2013年3月15号的下午 四川省亚安市公安机关 接到110报警 他们打开了一户居民的家门 但是在门的背后 他们看到的却是一桩惨绝人寰的凶暗的现场 凶暗现场是一个两居的住宅 房门一打开就能看到小卧室的地上 俯卧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中年女性 把男子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是自己打110要找的女友爱秋菊 110明警确认爱秋菊已经死亡了 法医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用手指轻轻的按压背部皮肤就能褪色 这说明死者是刚死不久 死者上身的衣服完整 可是下身短裙被掀到了腹部 在这套住宅里被害的 不仅仅爱秋菊一个女人 半民警在另一件大卧室床上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这个尸体是被用被子包裹着的 被子盖在身上 掀开被子可以看到 死在床上女死者 上身穿着一个睡裙 不排除被人性侵的可能 在事件的时候 要进一步的进行检验 经过辨认这个被害女子的名字 叫做蒋芙蓉 是这套房子的租客 她和小卧室的死者是同事 两具尸体呀 都是被凶手给捆绑着的 捆绑方式相同 但是这种捆绑啊 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警方很是吃惊啊 接着联想到以前捆绑犯人的时候 所用的这个捆绑方式 警方认为 知道这种捆绑方式的 要么就是以前 在监狱里待过的公安民警 要不然就是武警当过兵的 第二种呢 就是劳改过 有前科的人员 第三种可能呢 是有一定爱好或者研究的人 而这个现场基本上 没有搏斗过的痕迹 说明作案人是有条不紊的 在开展着作案 捆绑被害人的方式 让警方感觉到 这个凶手啊 是一个老练沉着的人 在小卧室里 痕迹人员在墙上啊 发现了一组新刻上去的数字 859418 这个被刻上去的数字的痕迹 非常的新鲜 应该是连案发 这个时间很短刻的 而且可能是用匕首之类的东西 刻上去的 这一组数字 会是凶手所留下的吗 但是这个凶手谨慎专业 在现场有条不紊 他为什么要留下 这么明显的痕迹呢 这一组数字 又是什么意思呢 经过两名死者的家属确认 两名死者的手机都不见了 一千多元的现金 和几张银行卡 也都不见了 两个女人被同时 杀害在同一地点 凶手的残酷和冷静 让人震惊 案发现场 在一座很老的居民楼 房间不大 两个卧室 加上一个小门厅 房间是水泥地面 警方在地面上 并没有发现 什么对破案有帮助的线索 被害人蒋芙蓉刚刚搬来 才一周的事先 所以啊 他的很多东西 还非常随意地堆在房间里面 房间里面 没有发现其他被翻动的痕迹 但是 两个被害人 手包里的东西被翻出来了 倒在了床上 法医在蒋芙蓉的头发里面 发现了一截系项链 通过长度判断 应该只是项链的一半 那么另一半去了哪里呢 警方仔细勘察了 蒋芙蓉被害的卧室 却始终没有找到 另一名死者爱秋菊 在小卧室里被发现 被发现的时候 就躺在小床的旁边 经过勘察 发现丢失的东西有手机 链行卡 金戒指 鞋项链 以及一些现金 就在这个小卧室 靠近床的墙壁上 就发现了一串数字 859418 而且这个痕迹非常新鲜 就像是刚刚刻上去的 那这个数字 会是凶手留下的吗 他留下这些数字 到底代表着什么含义呢 警方分析啊 这六个数字 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也可能是被害人客的 如果是被害人客的 他想向警方表达什么信息呢 警方对这六位数字 进行了几种推测 可能是银行卡密码 电脑开机密码 Q号码 微信号码 也许是电话号码 但是六位数啊 不符合电话号码特征 所以警方还是把重点 放在银行卡密码 电脑 手机 开机 密码之类的 亚安这座城市 被人们所熟知啊 是因为2013年4月20号的地震 与地震中的断壁残垣不同的是 其实亚安呢 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水城市 四周被群山环绕 城中数条河流 纵横交织 这里的居民不多 基本呢 没有外来人 正因为这里相对封闭 所以啊 民风淳朴 生活安逸 犯罪率啊 也很低 警方一方面 要负责案件的侦破 一方面 要维护社会的稳定 安抚被害人家属的情绪 两个被害人 有着很多的共同点 他们都是刚从县里 调来亚安市工作不久的 他们都离了婚 现在都是单身 都在同一单位工作 大卧室的蒋芙蓉是医生 小卧室的爱修局是护士 案发现场的房子 是蒋芙蓉租下的 他搬进来 住了还不到十天的时间 经过法医尸检 两名死者除了颈部的雷痕 身上并没有其他的损伤 法医认为他们都是 机械性的窒息死亡 也就是说 他们是被勒死的 眼球结膜 有针尖状的出血 舌尖漏鱼 齿链外侧 都是机械窒息的 尸表表现 这两名女性的尸检表明 他们都是被尼龙城所勒死的 而且颈部均有两条雷痕 通过分析这两条雷痕 法医推断凶手行凶事状态 蒋芙蓉脖子上两条雷痕 一条颜色深 一条颜色浅 深的一条啊 有胜过反应 浅的一条 无胜过反应 可以推断出 深的一条 勒死了被害人 浅的一条 是此后捆绑所造成的 以防没有被勒死 艾修菊脖子上 也是两条雷痕 一条颜色深 一条颜色浅 但是 与蒋芙蓉不同的是 这两条雷痕呢 都有生过反应 警方推断凶手第一次 勒住被害人时 颜色浅 应该还能和被害人对话 第二条雷痕 比第一条颜色要深得多 而且大部分掩盖的前面雷痕 应该是最后形成的 这一条就可以置爱某于死地了 法医给出最后的结论是 两人都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被凶手 用尼龙绳从后面突然勒住警部 窒息死亡的 但接下来对现场的分析又使得半民警疑惑了 现场的痕迹表明凶手只有一名 现场勘察中除了被害人的邪印外 警方只发现一种 嫌疑人的邪印 在现场提取的指纹 经过对比也是一个人 而且两名死者的捆绑方式 死亡原因都是一样的 绳子的打劫方式也是一致的 应该呢 推断是一个凶手所为 但是在半民警看来 一个人无法完成这次行凶 首先现场没有打破了痕迹 两名死者身上除了勒痕 没有其他的外伤 这说明两名死者被害时几乎没有反抗 两名死者死在不同的房间 凶手是如何控制住他们的 如果是一个人行凶 他为什么要把两名受害者 分开在不同的房间杀害呢 依次分析 凶手应该不止一名 但是现场的痕迹 却指向只有一个人作案 这使得警方啊 很是困惑 警方分析 这不像是伪造的现场 另外两具尸体的相应位置 都有从口腔里流出的少量的血迹和唾液 警方认为尸体没有被挪动过 那么凶手到底是如何作案的呢 要了解这一点 必须了解现场最先被发现的状态 警方找来了傍晚人 也就是小卧室里死者爱修局的男朋友 他告诉警方 说他是在上午十点钟和爱修局通关电话 才知道女友来这里了 可是十一点钟以后 爱修局就关机了 因为担心出事 就拨打110求中了 警方到达现场之后 防盗门打不开 看来开锁公司的人打开防盗门 才发现现场情况 开锁公司的人向公安民警反映 说这个防盗门的铁锁芯啊 原来已经坏了 开门关门都必须用钥匙 如果不用钥匙 他是关不了的 警方在现场并没有发现钥匙 估计是被嫌疑人给带走了 案发现场的防盗门 没有撬锁的痕迹 阳台上的灰尘分不均匀 没有脚印 窗台上的灰尘也分不均匀 没有攀爬的痕迹 应该可以判断 协议人不是从阳台进入的 基本上可以断定 协议人是和平入室 和平入室的话 就有可能是被害人的熟人作案 这时候 两名被害人的死亡时间 有了结果 蒋某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早上八点钟左右 艾某的死亡时间 是在十点三十分左右 所以根据死亡时间来看的话 一个人也是可以完成法案的 这也解释了警方最初的困惑物 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捆绑两名 身强力壮的中年女性 警方推断 凶手利用时间差 先在大卧室杀害了医生蒋芙蓉 再将护士爱修局变到这里 在小卧室里杀害了她 这也能够解释 凶手为什么要把他们杀害在两个房间之中了 与此同时 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展开走访派查 发现这个小区门口装有摄像头 警方根据受害人死亡时间调去了小区的监控录像 警方从录像中发现 案发当天10点28分41秒 也就是医生蒋芙蓉死亡两个多小时之后 另一名被害人爱修局开车进入了案发现场的小区大门 此时 一个身穿灰色长袖T恤的男子上了他的车 而案发之后 警方发现爱修局的车就停在出事大员的门口 警方分析 在小区门口上车那个男人 很可能是上车后和护士爱修局一起来到案发房间的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但是监控录像不是很清晰 只能看到这个人大致特征 侦察员将这段模糊的录像交给技术民警 进行清晰处理 如果能分辨出死人相貌 这个案件将会有重大突破 警方目前得到的结论是一个人可以完成作案 而且凶手可能是被害者的熟人 警方一方面等待视频的处理结果 一方面根据被害人的社会关系进行摸牌 而这起案件报案人正是爱修局的男朋友 检查爱修局的通话记录 发现爱修局死亡前两个多小时和这位男友有过通话 爱修局的男友是一个50多岁的某单位的退休职工 他承认爱修局被害前给他打电话 当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 爱修局和他男友说到蒋福荣的出租房里去拿点东西 后来男友和爱修局的家人 打爱修局电话始终打不通 手机长时间处于关机状态 于是爱修局的男友王盛林就给爱修局家里人建议来蒋福荣家里找一找 但是当时门打不开 然后就打了110报警了 王盛林不仅打了110报警 还建议开锁公司把蒋福荣家的门打开 他为什么这么肯定 爱修局就在里面呢 据了解 王盛林在退休之后 他生活一直很窘迫 那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啊 王盛林整日里待在麻将桌前 小赌不顺 退休金也都搭了进去 甚至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了 烟引上来的时候 他能检视地上烟头度日 他知道女友爱修局 和女友同时住的这个蒋福荣都有一定的积蓄 2013年3月15号清晨 王盛林敲开蒋福荣家门 同时男友来访没有引起蒋福荣的警觉 在蒋福荣收拾床上铺盖的时候 王盛林下手了 在强暴了蒋福荣 洗劫了他的财务之后 王盛林本想马上离开 没想到自己的女友爱修局也来了 事已至此 他就把女朋友爱修局一同杀害 还抢走了女友的银行卡 手机和贵重的手势等 然后把门繁锁之后逃至11 为了不被怀疑 他还给110打了电话 声称女友失踪了 那这个案情真的会是这样的吗 警方立即对王盛林 以及他身边的朋友展开了调查 案发现场在亚安市的宇城区 而那个护士爱修局男友王盛林呢 则住在亚安市的另外一个县 两地相距20公里 案发是那天早上8点到中午12点 王盛林到底在哪里呢 警方调查发现 王盛林一直在明山县居住 没到过宇城区 没有作案时间 王盛林被排除了 不过王盛林和警方说 爱修局在被害前 给他打的那通电话里 是说这个蒋芙蓉男友 给他打电话的 说是从甘孜州那边啊 带了一些虫草过来 让他呢 去蒋芙蓉的出租物里去拿 同我了解 另一位被害人 蒋芙蓉的男友 在亚安市宇城区某政府机关工作 他的名字叫做赵敏 和两名女死者都是非常熟悉 警方调查 蒋芙蓉的男友赵敏的时候发现 蒋芙蓉和赵敏 在案发前十天左右分的时候 然后蒋芙蓉才出来租房子 然后才搬到这个出租屋 也就是案发现场去住 赵敏是两位被害人熟人 也可以让两位被害人没有戒心 顺利进入房间 他应该对这里很是熟悉 也应该有机会从被害人身后突然行凶 那赵敏会不会是凶手呢 调查发现蒋芙蓉和赵敏 在一起生活一年多 可能由于各自有小孩的原因 在同居了一年多之后 蒋芙蓉从那里搬了出来 蒋芙蓉遇害的时间是当天早上八点钟左右 爱秋菊接到赵敏的电话 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约好见面地点 就是蒋芙蓉租住的房子 也就是案发现场 赵敏非常符合警方对犯罪嫌疑人描述 那会不会存在这种可能呢 赵敏对蒋芙蓉许诺 近期要和他完婚 但是在案发前一周突然改口 原因是赵敏身边 这个正在上高中女儿 为了能让女儿考上大学 赵敏这段时间很少陪蒋芙蓉上街 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女儿身上 但是女儿却不想让这个蒋芙蓉当自己的后妈 经常无缘无故的和蒋芙蓉找茬 赵敏疼爱孩子 责怪蒋芙蓉和孩子怀气 蒋芙蓉一气之下 收拾好衣物 黑开赵敏的家 要与赵敏一刀两断 案发当天赵敏带着从外地烧来的冲草来到出租屋 他给爱秋菊打电话 请他帮忙说服蒋芙蓉 让他们两个重归于好 但是没想到两个人一见面就开始发生争吵 赵敏一时冲动就勒死了蒋芙蓉 急行杀人赵敏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现场 就被赶来的爱秋菊看到了 于是赵敏一不做二不休 又用同样的方式勒死了爱秋菊 为了掩人耳目 赵敏拿走了两个被害人的手机现金 手势和银行卡 伪造了一个强劫 强奸杀人的现场 赵敏会因为感情上的矛盾而急行杀人吗 警方立即对赵敏在案发时间段的行踪展开了调查 赵敏说案发时他在家里 自己的小孩可以作证 警方找到赵敏的小孩 证实了案发时间 赵敏就在家里面 单位同事也可以证实 当天早上八点半到单位上班 赵敏没有做案时间 暂时协议也被排除了 给护士爱秋菊的那通电话 也不是照免打的 难道这个蒋福龙还有另外一个男朋友吗 一案两命 而且发生在闹市区 这在雅安宇城区非常少见 适应了安逸生活人们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了 这时候法医的尸检呢 有了新的发现 法医在两个死者体内都检出了经验 这说明他们生前与某人发生过性关系 但是让警方出乎意料的是 两个人体内的经验呀 竟然不是同一个人的 难道案发现场会有两名凶手 这与警方之前推论的一人作案相矛盾了 尽管被害人男朋友没有做案时间 但是法医呢 还是给他们做了检验 最后证明 两名被害人体内的经验呀 确实不是他们男友的 在这种情况下 警方就排除了两个的协议 新的检测结果没有锁定协议人 法医希望在捆绑两名被害人的尼龙绳上 找到各种价值的痕迹 经过一天一夜的等待 检测结果出来了 尼龙绳上只留下一个人的痕迹 但是啊 他与艾丘局体内的经验不符 可是与医生蒋浮荣体内的经验相符 也就是说 案发时对两名被害人下手的 应该是同一个人 捆绑打劫的也是这个人 而且这个人在蒋浮荣被害前 还与他发生了关系 那和护士艾丘局有关系人又会是谁呢 难道他就是现场的另外一名凶手吗 不管怎么样 现在只要找出和蒋浮荣发生关系的男人 一切问题都会解开了 几乎是在法医获得这个凶手线索同时 拍摄到犯罪嫌疑人的那段监控录像 也已经做好了处理 虽然仍然不够清晰 但如果有人见过这个人 就有可能辨别出来 警方请艾丘局和蒋浮荣的同事来进行辨认 蒋浮荣同事认出这个人了 他们说蒋浮荣和前男友分手之后 就在一筹钱结识了录像中这个男的 他说他叫徐杰 此称是亚安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 警方自然很清楚 刑警支队根本没有徐杰这个人 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在撒谎 为了进一步摸清死者蒋浮荣 这个男友的去向 专案组调出了案发当天 110指挥中心收录的亚安市天网 所有监控探图的图像信息 在案发上午11点钟左右 也就是艾丘局和蒋浮荣被害之后 亚安市很多路段呢 都出现了这个叫做徐杰的人 他去过多家银行 在自动取款期间都有他的身影 除了这个徐杰 半年警的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人 在死者艾丘局体内 遗留经验的那个男人 一直没有出现在徐杰的身边 难道另外一个嫌疑人 是隐藏在幕后的主谋吗 那么这个自称徐杰的人 现在又去了哪里呢 警方通过天网的追踪 追踪这个自称徐杰的人 到了小北京 监控里啊 他还和一个人打了招呼 进行调查 此人是亚安当地人 姓刘 此前曾经坐过牢 警方立即找到这个人 刘某说 这是他以前的一个狱友 这个狱友叫做永刚 在快吃中午饭的时候 11点多钟左右 碰到以后两个人打了招呼 然后这个永刚啊 就急匆匆离去了 经过辨认 这个可疑男子 名字叫做于应刚 38岁 户籍地在成都的崇州区 祖籍是在甘兹州康定县 此时他已经逃离了宇城区 去了哪里 警方根本不清楚 固定在街章的天网探头 已经找不到 于应刚的时影了 但是办民警 在一辆出租车的天网 移动探头拍摄的画面中 发现了他 根据出租车司机回忆说 他搭车去了成都 随后 于应刚逃跑的行踪 就基本上被办民警 所掌握了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来看 于应刚已经连夜 签回他的祖籍 四川省甘兹州的康定县了 于应刚38岁 16岁的时候 因为盗窃入狱 出狱后 又继续作案 又坐了两次牢 从16岁到38岁 22年中 有19年 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最近这一次刑满释放 也仅仅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警方是一路追赶的 于应刚是一路在逃 在追踪的第五天 警方锁定了 于应刚的行踪 不过当警方赶到 西厂火车站旁边的一家 网吧时 于应刚刚刚离开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走得十分的匆忙 连电脑上 他刚刚登陆的Q口都没关 警方看到 于应刚以隋元的网名 同一名三十多岁女子 建立了联系 要冒充西昌市公安局的刑警队长 于应刚与这位女子 在Q口上约定 三个小时之后 在女子所居住的小学附近见面 2013年3月20号 也就是在杀害蒋福荣 爱秋局的第六天 于应刚又在距离雅安 三百多公里外的西昌 以公安人员的身份 骗得另外一名 黎女子信任 警方抓获于应刚的时候 他和该黎女子 正准备发生性关系 警方如果当天晚上 没有把这个于应刚抓获 很可能这名女子 就是下一个受害者呀 抓获于应刚之后 警方第一时间提取了她血样 送往雅安市公安局实验室 结果出来了 于应刚和被害人 蒋福荣体内的经验 比对成功 但是和爱秋局被害前 发生关系的一个男子 还是没有下落 到了该解开真相的时候了 于应刚承认是他做的案 但是他是怎么同时 杀害两个人的呢 除了他之外 还有没有第二个行凶的人呢 在那一天 到底在案发现场 发生了什么事呢 2013年春节前 刚刚出狱的于应刚啊 就学会上网了 很快他就掌握了QQ聊天 并且开始约会有钱的李易女子 于应刚抓住李易女子的心理弱点 比较寂寞 然后又单独一个人住 于应刚专门选择了三八妇女节 这一天行动 一上QQ就遇见了黑玫瑰医生 也就是被害人蒋芙蓉 他了解到蒋芙蓉家住雅安 就随口说了自己啊 是雅安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支队长徐杰 于是刚和男友分手的蒋芙蓉 就急着想见他 当天呢 于应刚就住进了蒋芙蓉 刚租来的小屋里 第二天呢 蒋芙蓉就召集同事 爱秋菊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吃饭 当蒋芙蓉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没有人怀疑于应刚假冒的公安身份 反而羡慕蒋芙蓉 找到了一个这么体面男朋友 之后呢 蒋芙蓉还让于应刚 去了他和爱秋菊上班人所 而于应刚在确认了 蒋芙蓉的医生身份之后 就开始计划套出 蒋芙蓉的银行存款的密码 蒋芙蓉就跟于应刚说 我的密码呢 是亲爱的 我爱你 意思就是730520 是他的密码 而在此之前 于应刚也从爱秋菊嘴里 知道了他的经济情况 因为头点晚上 他们在一起吃饭 爱秋菊提到第二天 要去取公积金 爱秋菊第二天 取的公积金呢 大约有七八万 于应刚觉得自己的实习到了 加持呢 蒋芙蓉的同事 要求于应刚第二天 也就是3月15号 必须开着自己的警车 带他们去山里 看当地的三月桂花开 于应刚知道 自己的身份快藏不住了 必须要动手了 2013年3月14号晚上 于应刚把绳子都准备好了 2013年 2013年3月15号早晨 于应刚很早就起来了 他把第一名被害人给杀害之后 然后用受害人手提 给爱秋菊打电话 骗他说呀 是从康定带了礼物出来了 让他来取一下 在于应刚逼问出爱秋菊 银行卡密码之后 他有时无恐的 就刻在了墙上 原来呀 墙上的就是爱秋菊的 银行卡的密码了 于应刚用的作案工具呢 就是蒋芙蓉一周前 才买的搬家用的尼龙绳 他能顺利的完成作案 也正是两名被害人 对他没有丝毫的防备呀 杀害两个人 于应刚抢得了两部手机 半条接项链 一枚金戒指 两名被害人 随身的一千多元的现金 也就是在于应刚交代了 所有的作案经历之后 办人员也找到了爱秋菊 生前和他发生关系的那名男子 此人呢 为爱秋菊另外一个隐蔽的男友 经过调查 这个案件与他并没有关系 整个案件都是于应刚一人所为 这又是一起因为网络交友而引发了凶杀案 于应刚因为他的罪行受到了法律严惩 但是这个案件也再一次让我们反思这个问题 要说这骗子的手段可并不高明啊 他为什么会使得受害者轻易上钩呢 其实有什么人们喜欢上网聊天 是因为他无拘无束 可能也是因为现实中的空虚寂寞 但是这种无拘无束会放大人的欲望 有时候也会让人迷失或毁灭自己呀